Hello 大家好 我是鬼圆子 亲爱的小伙伴们 今天鬼圆子不做您了 带你们出来逛一逛 顺便来搜罗一波商场玩具店里的史莱姆 看看和学校门口小卖部的有啥区别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家玩具店了 哇 真的好多玩具呀 诶 这是啥 咋这么少女心呢 这波史莱姆的吗 这不是 啊 这不是 到处都是好玩的 看得我眼花缭乱呀 咦 看见这种漂亮的小包包啦 玩水君姐姐的视频里 好像经常就会出现类似这种 不灵不灵的小包包 这个小钱包的造型实在是太可爱了 咦 这个是啥 嗯 好像不是史莱姆 这个恐龙蛋好像也不是史莱姆 天呐 这些小狗狗百件好可爱哦 这个好像是动画天欢了好声音里的猪 太可爱了 真想带走 哇 这个室内缩小模型好精致呀 这些听起来肯定超级累 看这里有超多的盲盒 这个是啥 没见过 还有阿黎的盲盒 来看一下价格让我死心 59块钱 还好还好 没我想象的那么贵 咦 这个是啥 这是干嘛的 小狗狗 哦 这个是个水壶 哇 这个水壶真的好可爱 上面有个蓝色的 好高级的水壶呀 用水孔龙蛋 爸爸史莱姆 这个可不便宜 要25块钱呢 独角色假水 看起来很仙气哦 终于找到史莱姆的大本银了 原来就是在收银台边上 可见史莱姆有多数欢迎呢 哇 包装都很漂亮哦 这个也很美 这个系列的水晶泥都挺好看的 12块一盒也不算便宜了 星空的这种我觉得很好看呢 咦 还有这种小一点的便便泥 来看一下 造型好可爱哦 哎呀 走我走我走我走 哎呀 这个要买单了 哎呀 一不小心弄掉了一盒泥 盒子都被打碎了 这下鬼圆子不得不买单了 再拿一盒便便泥吧 超可爱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等我回家给你们拆开试玩 想知道鬼圆子打碎的那盒泥 是什么样的吗 下期视频一起揭晓哦 拜拜